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统计 国内新冠疫情上升 而且还正处于流行期 6月11号到17号 新增有623例 照前一周就增加了有329例 而另外新增了38例死亡病例 也照前一周新增了20例 而对此台中市卫生局表示 目前台中市的XBB疫苗 施打率不到2成5 由于施打疫苗 也可以降低肺炎的并发症等风险 所以呼吁民众要踊跃施打 守护家人健康 医院满满人潮 其中呼吸道不适的患者激增 有3到4成都是新冠 台中市卫生局表示 目前算是新冠第6波流行期来袭 虽然传染力强 不过大多属于轻症 但还是不可以轻易出乎 中央现在只公布重症 但是重症的话 像上个礼拜比起 再上个礼拜的话 大概成长超过50% 所以重症的长者也变多了 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忧心 那前一阵子我们都在推动疫苗的施打 因为疫苗的施打是唯一 能够真正能够预防 这样子的一个新冠疫情 台中市卫生局指出 根据机关署统计新冠的疫情 6月11号到17号新增623例 较前一周329例大增 另外新增38例死亡病例 也较前一周新增20例 确诊初期症状 大多是低烧多日 伴随流鼻涕等症状 需要等待数日后快塞 才会出现阳性反应 泰中市卫生局强调 因疫情的升温 接种XBB疫苗 能减少感染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台中市接种6月2成5 还有努力的空间 估计这波疫情高峰期 会落在7到9月之间 提醒免疫力较差 或65岁以上的患者 应该尽快来施打疫苗 记者李静雅 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